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蜗牛在军图 我是岛主 今天我们又来到了这里用山有水的地方风景无化 今天能不能把这个水鸟滑起来呢 看看今天的努力 今天是我们第三次来了 第一次是彻底失败 第二次误了一下可以滑个十几米 然后这几天我又闭关修炼 浅心学习了一下 也略微又有点习责了 所以今天就来试一下 因为他那套理论的知识还是看了一下 包括手脚的配合 看看今天能不能冲二十米三十米的 好吧 所以今天我们来测试一下 而且今天我还有一个中时的粉丝也来了 我的臭儿子 臭儿子 跟大家打招呼 哈喽 然后他说他一次就能成功 我们一会看看他一次能不能成功 反正我今天如果成功了就OK了 哦 去对岸等我去啊 哦 别道歉 好像还是那么远啊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继续 洗冰脸 刚刚可能冲力不大 所以这次我们冲力大一点 准备 现在怀疑啊 可能是这个角度调的不对 可能我的体重已经轻了 调到我体重可能有点偏重了 现在往上调了一个格 看看这回怎么样 现在我们把它调节了一下 看看这个弹力是有了 看看这回怎么样 冲力 节奏 身体 向前 有没有远一些 有 前面都配合的挺好的 后面就看到你慢慢的就下去了 哎呦 我心里太续死了 现在 这还有小粉丝 这回我们冲击 二十米 有感觉了 刚刚总结了一下 还是这个频率不对 越滑力气越小就沉下去了 而且到最后都不稳了 平衡都不好了 可能脚的力气太小了 我感觉脚的力气还要重一点 应该就可以了 准备 猜猜我这次能不能成功 加油 我平常跑到我这位置 别动 你不要动哦 我逛你去别动哦 看一下来 我今天挑战星星那个位置啊 那个位置应该有25米 现在天气太热了 我们的摄影师已经跑水里去了 你能稳得住啊 摄影师 可以 看看那边 现在还冲击星星那个位置 我还翻了个屁 我还翻了个屁 好臭啊 好臭啊 哈喽 这是我第N字试验 去冰脸 我们有眼啊 好最后来试一针 走 OK今天我们的测试又结束了 那我明天继续 今天又进步了10米 如果明天再正进步10米的话 30米就没问题了 这个基本上就能找到一个节奏了 教程回去还是要自己好好看一下 等我把它学会了啊 整体的一个心得 我会分享给大家的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拜拜